今天我牙签小眼睛和小橘子一起出传大 PHW基础卫衣搭配七分工装裤 PHW与学院封卫衣搭配牛仔裤和新版轮球鞋 休闲范十足再搭配蜡皮小鞋 同样和宽松工装裤也是很配偶 再搭一个机能封背心 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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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节目吧 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满球PHW先生商店 冠名播出的插东西 我是龙大师 这一期呢开箱New Balance的篮球鞋 Ominous 然后里面呢有一个三包皮镇 然后呢就是鞋 大家肯定想看鞋对吧 但是鞋子呢 要跟大家说一下 红色的鞋盒是New Balance专业运动系列的一个代表颜色 所以说呢盒子跟大家撸一嘴 然后拿出这双鞋 首先 颜值怎么样 大家打个分 那么鞋子看了一下对吧 大家可能说 蓝奥纳德一代 其实在我看来 这根本不是上蓝奥纳德的签名鞋 为什么 先给大家聊聊这个 鞋身上端呢有一个标志是Ominous 可能大家看这个Ominous 他把I改成一以为是一代鞋面鞋 在我看来并不是 我觉得这个E是代表着 New Balance回归篮球线产品的第一代作品 除了他的那几双PE之外 对吧 这边有他的那个logo 有个KL2 还不是他那个大锁的logo 然后侧边的后面可能会有他的名字以外 如果抛去这些细节 整双球鞋的设计语言 包括鞋底中的外地上 没有看到任何有关于他的名字也好 信息也好 座位名也好 我指的是我指的是那种开模的 像刻别的密码 然后刻别的logo 像螺丝的那个签名 一些元素这种鞋通通都没有 所以说我觉得他不是 然后那个地带线米鞋 以后肯定还会出的对吧 然后再问大家一个问题 你们是不是觉得 Kawaii是不是第一个穿新版轮上NBA赛场的人呢 回答一下 其实不是 还有另一个人 他的名字就是 曼巴 是不是 红曼巴 是邦娜 马斯特邦娜 他之前啊 就有穿过新版轮的球鞋在NBA赛场上打 只不过是他倒贴新版轮 曾经找他要过两双鞋 只不过在一场比赛当中 他穿的那个新版轮鞋中底跟鞋面完全分家了 闹了个笑话 提叫皆非 所以后面呢 新版轮也可能种种原因吧 一个是他可能也不火 一个是呢 也没有篮球线这个策略当时啊 后面就没有给他提供过鞋了 邦娜 哄曼巴呢 对吧 也是好歹是个叫曼巴的男人是吧 就转头了阿迪 绕了一圈说回来啊 这双鞋算是正儿八经 专业蓝曲线的产品 鞋面中底外底跟大家先聊一下 首先鞋面上有三个要素是 我觉得跟其他那些有很大不同的 第一个要素是什么 就是这个鞋带的孔 它是设计的相当的出彩的 第二个是什么 第二个是在鞋身上有一个 贯穿到中底外底包上了一圈织物带 第三个就是脚踝部分的皮革锁定 这三个点 从鞋面给大家聊一下 鞋面80%的面积都是用了非脂的材料 它针对不同的区域做了一些加强的处理 像上面这个部分 相对来说就比较的稍微软一点 在侧边部分的摁下去马上就弹起来 但是有一点是我觉得不太好 就是我往里面探一下 它的鞋面是里面没有太多的海绵填充 所以说脚感可能会稍微的没有那么舒适 但是强度是很够的 像我现在手在里面很用力的往外探了 但这个鞋面是基本上动不了的 这是它的优点 再往上面走 可以看到皮质的拼接在鞋头部分出现了 走线是相当精密的 上面还有几个小菱形的切割的孔 这一圈皮是完全连起来的 怎么连的呢 我再给大家摸一下 大概是从这个位置开始 往后摸 到这个位置结束 这么一大块 一整块皮 它的鞋带孔就是在皮质上面做的 也是它第一个亮点 到底是怎么做的呢 大家可以看这个飞支部分是有一个间隔的 然后这个间隔部分 都用车线跟下面那块垫的皮质 做了一个缝合处理 那么它的鞋带孔的方式 就跟这张纸一样 可以立成下面那块皮 然后它把纸往上折一下 做出了一个小三角的造型 上面再附一层编织材料 然后在里面也做了文章 一开始我觉得 这个合成格会不会不太耐用 对吧 因为毕竟它是这个软质材料 不是那么硬的 在里面部分呢 会有这种类似于沙网线也好 TPU材料也好 缝了一圈 也是一个N字型的 提升这个内部的强度和支撑性 那么第二个亮点呢就是什么 这个织带 这个织带呢 其实它的设计外观是明显 大概是实际做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在把玩的过程中 它的包裹性能 其实真的很低 并且它闲着 你看我这样拉一拉 就有点松弛掉了 对吧 后跟部分呢是一整圈飞制材料包过来以后 在这边有一个非常美观奇特的曲线造型 这个曲线造型跟你的后跟弧度 基本上是一毛一样的 而且强度也非常高 我把这个脚还束缚 束缚带往上一拉 你们可以看到 这边它的TPU的高度到了这儿 基本上快有一根手指这么长了 然后下面呢是一个类似于拉卡材质 里面有一个就是可以按下去 按个小号坑的 然后再看到这个绑带 这个宝内呢是全鞋质感最强的地方 也是功能性最好的地方 它能够完全锁紧你的脚踝 把整个鞋面做一个收口的处理 然后这个传统的鞋带孔呢 还做了一个小凹槽 然后接下来吐槽一下它的鞋面 鞋面有一个点是鞋舌部分 因为它整体鞋面非常不透气 是肯定的 非制材料加皮质 对吧 这边是来卡肯定不透气 它为了追求透气 两边都要抓 强度也要透气也要 它把鞋舌做成了编织的袜套式 袜套式鞋舌呢 好处是透气 坏处呢 是在前面没有任何填充 那么如果我把鞋带记得比较紧 它肯定会勒脚背 既想找强度 又想找透气 这边就出现了问题 所以说是透气强度 这是不可兼得的 就跟鞋底的耐磨和抓地一样 是不可能达到一个非常好的 这个两者都抓的 鱼和熊掌不可兼得 然后呢再看下来中底 其实呢它的鞋面已经算是比较轻薄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一个是它里面没有什么填充 然后鞋舌没有做太厚 对吧 已经算轻薄的 中底是占据了绝大部分的重量 上手掂了一下 其实不算特别轻 但是在这个 算是中高帮鞋肾里面还可以的 我拿秤称一下 我觉得大概400克出头吧 不会说特别重 我拿秤称一下看 弹幕可以猜一下多重 我等一下拍张照 420.7克 那么这个重量呢 其实还说不算太轻 也不算太重 跟哈登3是一个水平 而且中底的名称呢 可能大家不太熟 叫做Fusil Fusil 对吧 这个中底呢 来头大了 它不是第一次运用到产品线上 它有一双跑鞋 也就是Fusil 它的当时的概念是什么 氮气加速 氮气中底 它在TPU还没有发炮之前 往里面混入了氮气 可能TPU成型的时候就混入了氮气 然后再发炮成为这个中底 所以它呢 摁起来的感觉 跟那双Puma的Approvia中底 特别的像 一上脚 如果你要去专卫店 可能过一段时间上了 你先去阿迪的地方 穿一下那个 不管是Bounce也好 还是Boost也好 然后你再去新版轮的专面 穿这双鞋 第一个感觉就是硬 这也是那个Fusil 那个跑鞋 其实是竞速跑鞋 它对于慢跑来说 是偏硬的 但是对于长距离 高强度的硬度来说 它的一个支撑性能 和韧性是很足的 大家看问下去 就是那种韧韧的感觉 像扭板筋一样的 然后就是它外底和中底抗扭 是我觉得要特别跟大家聊一下 一个呢是抗扭片 使用这种支干的方式 三条支流和一条干流 对吧 而且它的整个长度是非常长的 真的是超过了球鞋 二分之一的长度 然后另一个就是它的水劲里 非常非常的硬 整体的感觉跟这个 就是它材质摸起来是跟Adapt BB很像的 我觉得真的是耐磨 但是呢就很硬 对吧 另一个亮点是什么 内侧部分完全往上包 太 我太喜欢这个设计 对吧 像我对阿迪达斯 最不满意的点 就是它真的 就没有怎么考虑上包的 它的鞋底做到这就没了 跟这个外面一样 对吧 一层 完全没有上包 一个呢是可能Kawaii 本身就有点喜欢变相 另一个就是New Balance 它是足够细心的 为什么不能说 之前我做New Balance的球鞋 就有它的眩宽的一个 一个标识 它是很细心 很用心造鞋的一个品牌 所以到蓝鞋上面呢 这个设计真的是 考虑到了 好 那么再总结一下装鞋 优缺点对吧 哪有什么呢 优点就是质感啊 做工一胶 然后线头 然后缝线 处理的非常好 每个部分 都是单独存在的 不可能说这边胶跑到那边去了 或者这边线头缝过来了 这个是很好的 然后后跟部分的是 设计 这种人体工程学 跟件是跟件 脚后跟是脚后跟 对吧 贴合度很高 还有它外底和中的这种配置 对吧 这就说过了 那么吐槽点 大家仔细听一下 第一个是什么呢 它不耐脏 这个不耐脏 不是说它白色的鞋 是这个织物带的设定 因为它离地非常近 又是白色的 你其他配色都一样 除非它是黑色的绑带 大家可能get到我说什么了 如果是下雨的话 你穿它上学 或者穿它上班 你只要踩在一滩水里面 水没过了它 完蛋 水就会顺着这个织带往上吸吸吸吸 吸到这个鞋面的部分以后 因为是脏水没黑色的 鞋面 因为是织物鞋面 也会被染黑 这是我已经可以预料到的了 那么第二个要注意到的地方是它 这个 对吧 编织的鞋舌 没有填充 寄起来 雷脚 然后整体看起来 你像标马 星巴伦 邝威 都进军篮球线了 我觉得最骚的就是 星巴伦 它的产品 这个发售策略非常狠 全明星也有了 对吧 MVP也有了 总冠军也有了 代言人也足够牛逼了 对吧 虽然就一个 所以说 整体看起来 它为什么敢这么玩呢 对吧 开始是232双限量 对吧 后面好像发了一些灰色的 我觉得就是它对自己的产品是有信心的 你像这种质感 像这种设计的细节 售价嘛 我估计是1000多块钱 但是 跟那个 标马那双鞋 我觉得可能差不多 应该会打折 毕竟第一双鞋嘛 可能能够给更多人穿 对吧 能够更亲民 可能发售价高一点 但是打完折下来 可能就真香了 我觉得可能这个水平 所以说420克 真的不算重 但是填充真的要好好做一下 也是个粗糙的点 对吧 好了 好了 这期双鞋呢 到时就结束了 大家想看什么 关于这个鞋实战的赶紧发给我 最近膝盖不好 达到鞋也挺憋屈的 没办法 只能跟我开箱分享 我们下一期 这个实战体验 我赶紧去做一下 对吧 强度不高的也可以 对吧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